各位社区的同学你们好啊 非常有幸啊 有机会可以给大家交流一下量子计算的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 其实我做量子计算其实有很多年了 但是呢这个一直在在华科呢 在上这个量子计算这个这门课程啊 给这个研究生提供一些这个上课的这个主要是基础的研究啊 那么这个这个课程呢 实际上他涵盖的那种很广啊 这个主要是从量子计算基础到量子计算怎么去做运算 那么今天我们上的课呢 可能是个比科普呢要稍微再深一点的 就是这个如果说完全不懂量子计算呢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实力 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足够聪明的话应该还好 我尽量通俗语诺的把这个讲一讲 实际上把这个量子计算是做什么的 这个简单的给大家讲述一下 让你有个基本的概念 如果你要从事后期的研究呢 可以再继续深入的去去去进行 那我们看看这个 首先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关注这个量子计算的话 那其实每年呢 新闻是不断的在迭代的 各种各样的新闻都会有啊 其中比较 著名的呢 那是在16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呢 巴设了一个莫子号的这个量子通讯卫星啊 这个呢 是在世界上引起的轰动啊 就是这个 它只要是远距离传输 其实这个 当然这个实验 其实很早就就很早就有人做了 所以今年的诺贝尔奖 其实给的 给的这个也是这个量子通讯这方面的啊 那其实给莫子号的是比较相关的这个 但是它是更早的技术研究 这是一类有新闻我们知道的 那我们还经常会 呃 知道就是其实在有这个量子霸权呢 量子竞赛等等呢 各国家都在做 看这个图上的右边那个Diviver呢 这个是他们专门一个呃 公司被IBM收购了 他们在做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Diviver的这个公司 他们也不断的在做这个量子计算机 但他的量子计算机呢 是这个是一个叫绝热的量子计算机 他号称的这个位数呢 有两千五千的等等 他现在已经上市了 当然这个他们很早就宣称 能够做量子计算了 但是这个科学家这一块 对他们是有这个有有有争论的啊 就是认为他做的不是 纯正的量子计算机 但是他在这个领域在做 那么这个其他的还有很多的 比如这个是谷歌的 还有IBM的这个 他们也做了这个50位的量子计算机 2017年的时候 2021年做了127比特的 当然他这个是从超导做的 其中那个他的现在 现在量子计算呢 其实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是相干时间的问题 他们的相干时间呢 可以到了这个几十微秒了 上百微秒了 这个这个速度 那么这个右下角呢 是这个中国科大 他们做的光量计算机 是吧 他们用光来做的 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形式下 很多种没有统一啊 那么还有这个19年的时候 谷歌呢 他做了一个所谓的 旋灵木的人的计算机呢 他可以这个53位啊 可以在这个 在低温下来做一些运算 那么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国内有这个科大 出了一个九张的量子计算机 他那是做这个高色波斯斯学样的 说他这个速度呢 比旋灵木要快100亿倍啊 但是速度很快 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呢 就是这些计算机呢 他实际上都是一个 专用的计算机 就是解决某一个问题 他不是解决通用的问题 现在通用的量子计算机 目前还是没有的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我们知道这个新闻呢 他在不断在刷新 一个是量子比特要非常高 这给我们经典计算机呢 感觉不太一样 这个呢 是由量子计算的特性所组成的 如果要解决大的问题呢 就需要计算的速度特别快啊 这个是这个需要量 位数特别多 否则呢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这是 这是个给经典计算机 不太一致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前面导论以后呢 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 相关的这个量子计算 我们再简单 首先我们先看一个物理实验 我们其实在这个 经常看的时候 都会提到双缝实验 但那个实验呢 理解起来呢 其实对量子初学的 这个初学的呢 理解起来不够的 这个深刻 我觉得啊 初学不够形象吧 科普不够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实验啊 首先我们有一些仪器啊 假设我们用光的仪器来的话 其实平常我们知道 有有几种仪器 像这个玻璃 其实我们认为的这个光学仪器 那么光 我们认为这个光 那个红色的是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是激光啊 就是穿过这个这个这个玻璃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光学仪器 可以这样认为 然后中间的是个镜子 镜子呢 我们平常女生都在照啊 就是反射自己 所以这个就会去反射 正好是射进来以后会垂直的反射出去 这是另外一种光学仪器 那其中呢 在想有没有这样一种仪器啊 就是说他那个光呢 穿过来的时候 一半呢 可以直接的透射过去 一半呢 这个反反射过去 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仪器啊 希望这个实际上呢 确实有这样的一种仪器啊 这个呢 叫分光仪 英文叫beam speed 这个呢 在淘宝上也有卖的 就是这个 大概就30块钱 6美元的这个这个这个样子 有这么多这种仪器 那这个我们要做个实验 什么样的实验呢 假定这个左边这个 这是个光源呢 就是可以发射激光的光源 那么中间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分光仪 就我们刚才说的beam speed 那么这个光呢 从这儿 光源这个地方 源源不断的穿过来以后呢 这上下这个 上边和右边这两个呢 我们说是个检测设备 假设看不到光 其实人眼也可以 认为是人眼也可以啊 就是能够检测到光就可以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庄种做这个实验 那这个实验呢 稍微改一改 通常呢 就是我如果这个分光仪 就是说 呃 现在的情况呢 一般情况下呢 它可以一半透过啊 一半遮射回去 那我们如果概率的分析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看到光呢 有50% 呃 上面也是50% 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来了 假定 只有一个光子 后来呢 还是 还是折射过去呢 是吧 这个问题是个问题 一个光子 那我们常规的想法就是 哦 那是随机的 它可能会穿过去 也可能会这个折射过去 就是随机的 我们这样会想 它是随机的 但是真的是随机的吗 这个问题呢 其实呃 如果我们看这个实验 我们肯定用随机就可以解释 我们说一个理论呢 它正确的话 它就是能够解释物理现象吗 那这个50%概率能够解释的话 那个那个 那么我们就说 它那这个模型是对的 这个理论推导 也是正确的 是吧 这个会这样去理解 当然我们可以整理一下 稍微抽象一下 就这个光呢 就是呃 一个是呃 从折射过去 我们叫下面 一个呢呃 透过叫下面 如果呃 折射过去的叫上面 那我们这个红色的表示有光的话 那么呃 一个这是中间这个 中间那个就是分光仪 那我们可以认为光是从一个方向来的话 那么就是零这个方向 我们记在上面啊 出现了啊 呃 这个零就是在上面出现的 黑色的 一呢 是在下面出现 那现在这个 这个屏幕上那个情况呢 实际上就是红色的光 就是表示光从一个方向过来 然后两边都会有 是吧 折射过去一部分 透过一部分 是吧 我们这样去认为它都叫50% 就是模型稍微抽象一点 这样去解释这个模型 然后呢呃 就是刚才说的 如果只有一个光子的话 就是我们这么会思考 是吧 光往哪儿走 是吧 这个呢 我们现在的解释呢 就是概率啊 50% 一边呢 这边 那如果有一百个光子呢 可能就是上面50个啊 下面50个 这个模型呢 确实非常准确 它真的就是50%啊 就是一边50 一边50个 就是一百 如果一百个光子过来的话 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很好的解释了啊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实验呢 稍微改一改 现在这个实验 大家看这个屏幕上这个实验呢 左边呢 是个光源 然后呢呃 经过一个风光仪 我们一呢 叫上面嘛 零在下面 走下面有光啊 就这种情况 照刚才那个情况呢 最开始呢 我们就是这个呃 上面有光 下面有光 两边都有 是吧 就是个50%的 那这时候呢 到这个位置 原来这个 作为这个检测的地方 能放两块镜子 是吧 放两块镜子 放在这儿来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时候呢 然后这个镜子呢 呃 会把这个光呢 这个折射过去 这是到这个机壳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再放一个 风光仪 是吧 然后呢 接着我们再来去检测 检测这个光的时候 那么大家先预测一下 这个呃 在这个检测这个设备 一个是右边 一个是呃 上面或者我们叫一个上 一个下吧 上面一个下面 看到光的概率是多少呢 那么现在呃 通常我们现在认为呢 就是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呢 那可能是都是50% 是吧 我有一个光过来 是吧 假定他从下面过来到这儿再过来 刚才的模型一样嘛 他就是上边隔50% 都会这样去想 是吧 这个呢 我们 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样 肯定会这样去认为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实验呢 做出来的结果呢 偏偏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结果呢 做出来解释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光呢 只在一个方向上有 就是只在 比如 下方 上面一个都没有 如果一个光子 你可能觉得它是偶然的 到这边来 是吧 但如果我说 这个光源源不断的 100个 1000个 1万个 10万个光子过来 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上面没有 都在下面 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就是这个呢 就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我们说这个 那就说明我们原来那个解释呢 概率挺有问题的 这个那个双方实验呢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一个实验的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量子科学家后来就做了很多 推断以后呢 他们就要解释这个模型的时候 他就认为那个 光呢 是这样的 我们呢 实际上一个光子过来的时候 它不是随机的走到上面 或者走到下面 而是两边都有 就是它上下都会存在 一个光啊 光子过来的时候 上下都会有 那同学就说了 那很 那我们能不能看一下呢 量子力学的特点 就告诉我们不能看 我们观察的时候呢 所以为什么 只会在一边看到呢 就是你观察了以后 只会在一边看到 那边就没有了 就是这就量力的一个 非常这个奇怪的特性 就是不可观测 你观测 它就没有了 这两边就没有了 那为什么是这样对的呢 如果你不这样解释 你就是解释不了 如果说两边都存在 这样解释呢 它是对的 但是解释了 那当然说 这个 那它怎么一定是对的呢 其实从数学可以去演算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并且呢 所有的这个 后面的所有的量子力学的特性 都验证了这个准则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个光子的两边都有 就这样解释才是可以的 那么解释了 如果两边都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到这是百分之百呢 从数学上 其实是可以一步步推论的 对刚才那个模型呢 实际上稍微再改一改的话 就说 我们看右边那个图啊 就是刚才这左边那个图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自在一方看到百分之百 如果说我们中间 在这个线路上呢 我拿一个镜子 把它遮住的话 其实这时候再看右边的时候呢 它一边跟它 看上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光 那一旦我把这个中间的镜子去掉 就是这个光可以过来的话 那么又是 自在一个方向上百分之百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呢 很难去解释 一个光呢 一个光子 如果选择了某一个途径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解断它呢 就这个是很难去解释的 就是这个这是个物理实验 这个物理实验呢 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方法是解释不了 概率的方法解释不了它 只有量子力学可以解释 就是光呢 同时在两个方向都有 都存在 这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就是我们常规的解释不对的 就是一定处于两个分支 这是量子力学的解释 但是为什么是对的呢 其实后面我们再来看看 它为什么是对的 我们来去解释这个 我们有这个实验呢 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就是说先告诉大家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量子力学 确实这个这个这个是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并且呢 已经被经过验证了 是正确的 目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量子力学和量子计算之间呢 它是这个量子计算的基础呢 是量子力学啊 量子力学里面 其中有一个重要就是比特的概念 量子比特的概念啊 我们经典的这比特就是 零和一嘛 我们的二进制 我们都会讲 所有的这个 如果大家是对于计算机 这个基础比较了解的话 其实知道 就是我们这个经典的计算机呢 其实上 它这个01来表示的时候呢 实际上 有两种形式啊 要么就是我们如果 看这个数字电路啊 这个这些芯片的时候 都有它一个管角 有一个这个正午夫的这个管角啊 就是这表示高电频的话 就表示一 如果接地的话是表示零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不管是平常就是微信聊天啊 或者语音啊 之类的 看我们做的很复杂的应用 其实到底层的时候 它都是变成了一块01的创 就这样的 01创最后反映在这个物理上呢 实际上就是高电频低电频 当然也可以用这个电荷 比如10的六层方个电荷 叫叫叫是正的 没有电荷是是零的 它总是电的这个形式来表示的哈 虽然我们这个编程的时候 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最终追击到底 就是这样的一层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那么量子比特的形式不一样 量子比特呢 实际上它不是个数字 它实际上是个向量啊 实际上是个向量 当表示这个表示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零和一来表示 我们看这个图呢 有一个一个一束线 一个零加了一个这个 这个坚固号一样 这个读KET 就KET0 KET1 我们也说这个量子比特 零和一 那零和一的量子比特呢 就是这个形式呢 现在量子这个力学的这个 这个物理形式呢 实际上是不统一的 我们可以用光子 电子 超导啊 什么核磁工程啊 等等有很多种方式啊 但是呢 数学我们可以统一 都用KET0和KET1来表示它 零和一呢 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是个向量 它是个向量啊 就是 那么通常情况下 一个量子比特呢 比如我们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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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比特的话呢 它实际上 对阿尔法乘以KET0 加上 BET乘以KET1 这阿尔法和BET呢 是一个常量 你可以认为 它是个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辅数啊 你说是 你说是这个 时数也没有关系啊 就是这个 这个特例 这个是要求 阿尔法绝对值的平方 加上BET绝对值的平方 等于1 有这个要求 那 正常情况下 它处于 0和1之间 是这样的 如果你把0呢 看成一个 坐标系 比如说X轴的话 1呢 看成 Y轴的话 那它处于实际上 在一个 X轴和Y轴之间的 某一个向量啊 就是这个样子 那 更 更多的呢 实际上 他们是这个 在量子学上 一个部落丘 看图上这个 右边这个 部落丘的 这个形式来描述它 就是这个 会这种形式 那么0呢 是它的 Z轴 1呢 是Z轴的反方向 那还有 还有相位啊 我们简单的理解 可以认为是平面上的 0和1啊 这样会简单一些 那么对我们刚才 这个 就是这个 分光仪 这个图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 这样去写的 实际上 整体上 这个光子呢 我们就认为 它是 percent 等于 α 乘以k的0 加上 β乘以k的1 如果我们 光子在上面的话 就下面没有 那么β呢 就是等于0的 那α就等于1 你认为它等于0了 就这种形式啊 就这个形式 实际上就这样的 就是如果 就在上面的光 低数光过来的话 是吧 如果两边都有的话 那αβ就不定0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那这个 我刚才说的是向量 我们用k的0 实际上是向量 那么实际上 用向量的表示呢 它是这样的形式 就k的0呢 它的向量就是 我们看到 国号1 0 是这样的一个 这叫 这是 这表示的 就是 量子比特的0 接着后面的01 这个呢 表示是量子比特的1 在这个缩写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刚才看到 看右边这个图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简化的部落球的 就这一块 0呢 表示向上 1呢 表示右边的 这个 那中间的 任何一个是有量子比特呢 就是α乘以k的0 加上β乘以k的1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 某一个量子比特 那这个跟我们经典就不一样 经典是一个数字 那么量子来讲 这个 在这个二维空间里面呢 实际上 你α值和β值 它实际上可以无穷多的 只要满足α绝对值的平方 加上β值的平方 1就够了 那这个值可以无穷多个 所以一个量子 一个量子比特的形式呢 就很多种啊 不像经典的话 01就是一个 这有很多种 那么如果写成矩阵的形式呢 也可以这样写 α乘以这个01这样的矩阵 加上β乘以10 加上01的矩阵 那么合起来就是αβ 这是常规的一个量子比特的形式啊 就这个 这个矩阵的形式 那我们下面讲一下 关于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吧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起来的 我们来稍微讲一下 首先第一个叫量子力学的一个特点 叫非决定论 所谓非决定论呢 就是我们经典情况说啊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决定好了的 就是说是吧 我们对我们社会的认知 其实我们是决定论的 比如我们这个 经常会做各种预测啊 比如明天股票涨不涨 是吧 明天这个天气是晴还是这个下雨 我们其实都在做各种预测 是吧 我们学人工证的时候 我们也做预测 不管是你分类啊 什么剧类啊等等 就是这个人工证的算法 实际上都是要做一个 做一个函数去预测 未来的发展的情况 是吧 就机器学习的很多 这个 那么就是有限的很简单 我们可以写出个公式 比如像SVM算法 你有个公式啊 我可以 他这个 这个分开来 他是哪个平面的是吧 比较复杂的 可能需要一个超平面 这公式比较复杂 但有些更复杂的人工证证呢 就是我们 写不出一个公式出来 那么但是我们可以学一个模型 比如深度学习啊 我可以学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用公式表示不出来 但是我们总是在做中预测 我们他是确定的 只要我的这个模型的参数足够多 是吧 我的模型足够准确 我也能够预测 是吧 这是我们都是 都是去 去知道的 平常这样去 去 去做的 那包括马克思啊 之类的 他们 都是这个 爱因斯坦 都是决定论的 就说这个事情呢 就是能够去预测的未来 但是这样子世界呢 其实告诉我们是不可预测的 就是本质上呢 就说你是这个 你做不出他未来 不管我把这个系统多么 多么这个简单的 就是哪怕只有一个量子比特 这个系统 我也不能预测的 下一步是什么东西 是吧 我们未知的量子 这个量子比特呢 我们是不能做预测的 就是并不是我们的知识不够啊 就是你其实猜不到 他后面会怎么去发展的 这是这是不可能的 并且你多次测量 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今天不一样 不可能我 比如我量一个人的身高 你今天量 明天量的都是一样的 但量子力学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今天量 可能是一厘米 明天量是一米 这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一量一百次的 都是结果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就正在这种情况 就说这个是很难去 决定决定的 那么这是量子世界 给今天世界本质的一个不同 第二个人叫测不准 或者叫不确定性啊 就那么经典来讲 我们是可观测的 就像刚才的光子一样 我们说 它上下两边都有 量子力学是这样去判断的 那么经典呢 是这样可以去判断啊 就是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在量子力学是不能够去观测的 一旦观测以后呢 它的量子特性就消失了 就变成经典世界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叫坍塌 这就是会坍塌的经典世界 就是这个是测不准 比如说你也不确定性啊 就是这个 这是量子学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你不能观测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物理量是高电瓶还是低电瓶啊 我不能去测 测不到 一测就 坍塌了 这是第一个 那么有关这个测不准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有一个特点呢 叫 刚才讲了 叫光啊 处在两个方向都有 上下都有 是吧 实际上叫 我们把在量子学叫叠加碳 我经常听讲 叠加碳 Cyber Position啊 叫叠加碳 所谓叠加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量子比特 它有两个属性的话 我刚才叫01嘛 上下 是吧 这个光上下都存在的话 那正常情况解释呢 它是上下同时都存在的 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我家庭人 我们是一个未观离子的话啊 如果我们有两个状态 一个呢 在在这听我们做量子理学的讲座 另一个呢 你可能在宿舍打游戏 就是两个状态的话 那么量子理学解释呢 你是同时处于这个量子状 两个状态的 你就在一在这听课 又在宿舍里玩游戏 那我们就说 我能不能去观察一下呢 到底看看你是在这听课呢 还是在玩游戏呢 但是就说你不能观察 你观察了以后 一旦你看到你在听课 那么你一定不会在玩游戏 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如果说我看到你在玩游戏了 那你一定准备在听课 我们看到的 就是二比一的这个结果 但如果我们不观察的时候 它就是两个状态 同时存在 就是这个量子学 高于叠加态 就这样去认识的 这也就给经常听到的 薛定谔的猫 实际上就是一个概念 薛定谔猫 其实上它是把经典和 把这个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 结合起来的 因为微观世界 有这个量子学的特性 就是说这个叠加态存在 那么经典世界 这个不会存在这个 这个这个特点 就是猫 它有两个状态 是死和活的个状态 它把量子学的这个 微观的世界里 这个 这个 一个 离子的摔不摔变 放在一起 那导致了 就是说它 就是要是死 要是活的状态 所以 经济了这个矛盾一样的 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 当然已经困惑了大家很多年了 就关于这个 这个问题 通常我们说量子说 出于这个叠加态呢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在 微观世界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宏观世界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现在这个 没有一个决定的定论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这个例子 关于叠加态 那么这是一个量子比特 其实可以 两个量子比特 也可以 就是我们看这个 屏幕上啊 就是左上面的 α0乘以Kat0 加上α1乘以Kat1 然后这是一个 一个量子比特 后面这个β0乘以Kat0 加上β1乘以Kat1 这也是个量子比特 这个两个量子比特 结合在一起的是 我们叫两个量子比特 那么这是它的数学展开式啊 就是α0β0 乘以Kat0 这个呢 我们叫机向量啊 0 对于这个 一个量子比特 0和1都叫机向量 就是如果学了 取证论的话 知道这是机向量 那么这个 对于两个量子比特 的机向量是四个 00 01 10 和11 是吧 这样是四个 那么这个 前面的α0乘以β0 是它的系数 我们叫幅度 是这样 它是个幅数啊 这个也可以用矩阵来表示它 这个呢 α0 α1 这个是一个 前面是这个 一个量子比特 β0 β1 这是另外一个量子比特 那么中间这个 X 加一个圆圈 这个叫张量级 张量级呢 成了以后呢 就变成 这边这个形式 就是四 一列四行的 这个呢 就是两个量子比特的 这个这个形式啊 当然你可以有N个量子比特 也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实际上 就就这个 这个行数就很多了 这个多个量子比特 这个概念 那么下面讲讲 纠缠的概念啊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量子 这个 叠加 实际上一个量子呢 比特 它的两种属性 就是它同时存在的这个 这个这个特点啊 一个量子比特 那么多个量子比特呢 他们还可以处一种呢 叫纠缠态 纠缠态呢 在经典世界里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那我们可以比如写这个00 加上11 这个就是一种纠缠态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这个其实 大家不去过得纠结啊 就是后面 如果你再学量子力学的时候 学的多了 你就知道了 这个叫纠缠态 纠缠态的现象呢 就是经典世界没有对应的啊 比如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说 有两个硬币啊 就是通常呢 我们有四种可能性 是吧 这个正反反正 正正反反是吧 这四种可能性 但是在 如果是去纠缠态的时候呢 它只有两种可能性 是吧 正反和反正 就这样的一个叫叫纠缠态 那么它什么特点呢 就说 我如果 这两位 这两个硬币 我们叫每一个叫量子比特的话 它如果处于纠缠态的话 那么 其中一个 假设正面的话 那么你才看另一个呢 它一定是反面 就这个纠缠态啊 如果这个变成反面了 这个一定变成正面 这个纠缠态 就处于这样一种特点 那么不管这个两枚硬币呢 立的有多远 假定它们原来是处于纠缠态的话 它实际上可以分开的 就可以再 再分开的 物理上怎么实现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多方式可以做这件事 已经物理很多实验 这是最基础的物理实验 其实不用担心啊 会存在 这两个 两个量的比特 如果已经处于纠缠态了 那么你 不管它们 后来间隔的有多远 比如一个在地球 一个在月球上 那么它的纠缠特性 还一样的存在 那用这个呢 实际上就可以来做通讯了 比如我们在这个硬币上 我做个变化 那这个硬币上 马上就会 对那个变化做出反应 这段例子 假定是两个人的话 我在地球上这个人 我踢他一脚 那么月球的人呢 就会感觉到疼 这个过程呢 有人说是超光速的 但是现在呢 没有定论啊 这个 今年的 其实诺贝尔奖 就是就搬给 搬给这样的一个特点的 就是这个已经证明 是这样的一个可以用来做通讯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 量子力学如果要做运算呢 实际上有几个假设啊 它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这个假设四个假设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讲任何一个孤立的系统 量子计算 一般是针对系统的啊 就是我们平常做计算机 也是为一个系统 我们人也可以认为这个系统啊 就是这个系统 它呢 都可以有一个负向量的内积空间 就是我们说线性空间来描述它 这个呢 系统呢 有迹向量来描述 就是我们刚才如果举简单的例子 就是一个量子比特的话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系统 那么比如单量子比特 就是由01来决定 就把一个光子 它往上走往下走 这个认为就是一个系统啊 就是这0和1呢 是迹向量 它的迹向量 那么这个系统在变化 比如你经过了10年 20年 100年的变化 就是一个量子比特 它总在不断的旋转的变化 它处于什么位置 是吧 那么它总可以有01来表示它 对我们人来说 假定我们人有10个属性的话 比如你身高 体重啊 年龄啊 什么成绩等等 我们有这些属性的话 那么你从一 入学开始 那你的 你的这个10个属性呢 可能就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那么一直到你 离开这个世界也一样 那么这个属性呢 就是每一个时刻呢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10个属性来描述它 那么量子系统呢 如果有多个量子比特 就是有多个量子比特 来描述 只有一个呢 就有01来决定 就这样的 所以任何一个系统 不管多复杂 大到宇宙 小到一个量子比特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来描述的 就是所谓的向量空间 是吧 有一个迹象量 有10个 有这个对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个一个量子比特 就是两个迹象量 0和1嘛 它所有的状态 都可以用 α乘以K的0 加上β乘以K的1 来表示它 这是最简单的 复杂的可能 你不是 这两个量子 两个这个属性的 那可能有10个 100个等等 来描述的 但是一样的 我们都可以这样来描述的 就是量子 第一个基本的假设 第二个假设呢 就是对一个 封闭的量子系统来讲呢 每一时刻呢 都有一个状态 跟它对应 然后呢 它会互相演化 那么这个 看这上面的 ψ一匹 等于U乘以ψ 那么这个ψ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它的这个 机态啊 这个 它的 这个最初的状态 那经过了一个U变化以后呢 变到了另一个状态了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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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另一个状态了 这个呢 就是说你只要不断的变化 它就可以到另一个状态去啊 这个是 每一个时刻 就可以对应很多 U1 U2 U3 U4 你只要变化 它就可以变化 这个U呢 可以写成一个矩阵的形式啊 可以一个矩阵 这个呢 我们叫离散型的这个 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变化呢 同时呢 薛定额呢 又提了一个连续型的这个方程 就下面这个 I乘以H这个度 H bar 然后D % PTT 等于H 这个%啊 这个呢 H bar呢 是普朗克常量 是个常数 你可以认为 这个做微分吧 这个就是系统的一个状态 是吧 I是虚数 那么这个呢 H 这个加个尖帽子呢 叫哈密尼量 那么 整个宇宙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描述它 那所以任何系统 如果说我们知道了这个哈密尼量啊 那这个系统 你就可以去完全的去解释了 是吧 但是通常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两个呢 是等价的啊 这两个方程的量子力学的第二个假设 就是演化 就是最开始呢 比如有φ的话 是吧 它有个状态 那经过U变换 变到另一个状态 你还可以再就 不断的就乘这个U啊 就可以变到不同的状态 不管任何时间 我们都可以这样去描述它 第三个呢 可以做测量 要做测量的时候呢 可以一个测量的算子 算子 你可以认为是个矩阵 也可以啊 去测量 是吧 测量的结果呢 对的结果可能就是M M呢 就是我们用数学来表示 要么0 要么1 这样的表示它 那么测量传的状态 比如这个是percent的话 是吧 这个测量后的状态 状态呢 就是它满足这个 这个规一规一化原理啊 这个呢 就是得到的可能性 PM是这个概率 这个呢 就是这个系统 它的这个 系统的这个 这个 整体的这个 得到这个M的这个概率啊 这个 这是测量的 为什么要做测量呢 是这样的 我们做 刚才讲了量子这个状态呢 实际上你是不能观测的是吧 你不能观测 对我们经典世界来说 没有用啊 你在这演化的很好 我根本不知道 最后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最后去看一看 是吧 特别是做计算的时候 我最终要知道结果呀 我都不看我怎么知道结果呢 我也不知道你里面是怎么演化的 所以最终呢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就是叫测量 测量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在最后进行 因为你测量 他就 刚才说观察就会坍塌嘛 当然你可以做部分测量啊 我在中间部分 在某一某一部分做测量 但你不能对整个系统全测量 测量就马上没了 所以我们一定在最后做测量 这是测量 那么量子学假设第四个呢 就是符合的量子系统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过 两个量子比特的 就是一个符合的 就用张量机的形式来描述的 三个四个都可以呀 就这种这四个假设 只有这四个假设 就可以了 去进展 那么经典 与量子比特相比呢 其实有这样几个特点啊 今天呢 这个状态呢 是可以完全被测量的 是吧 你的这个桌子有多高 是吧 房子有多大 是吧 电荷有多少 我们都可以测量 测量的不会改变 我们系统的状态 不会我测量你 测量你这个房子的 这个高度以后呢 马上去变了 是吧 不会 是吧 我不会测量 这有这个有电的话 它就变成没电了 这个不会改变 量精简的可以拷贝 我们天天去拷贝文件 都是可以的是吧 我们可以删除一个 比如删除个文件 这都我们在做的事情 但是量子比特呢 通常是不能测量的 但是可以不分测量啊 就是可以不分测量 但测量的结果以后 就就坍塌了 测量会改变系统的状态 这点就是所谓观察 是可以改变状态的 还有就是不能拷贝 我们不能把那个量子状态 或者比如说一个量子文件的话 你想拷贝一份 这是不行的 不能拷贝 也不能够删除 所以量子这个特点呢 其实让我们 其实做计算非常困难 我们看也不能看 我也不能拷贝 也不能删除 比如我们在经典里面 我们经常用这个 debug挑试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观察 是一个变量子啊 是吧 我可以拷贝一份 这个在量子计算 都是不能做的 这件事情都是不能做 所以这个量子计算 非常难就在这儿 它不能做 那时候大家有什么用呢 问题就是量子计算呢 它现在很多这个算法呢 我们发现就是比经典的算法 要优越 通常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呢 量子力学呢 是涵盖了牛顿力学的 我们量子计算呢 如果我们有量子计算机的话 它是涵盖了经典计算机的 经典计算机是一个特例 可以这样去认为 如果我们量子计算机 摊它的经典计算机的话 它是一样的 这个这点是要注意的 量子计算历史呢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其实最早呢 是由普朗克 他提出了黑体辐射理论 这个呢 实际上是经常学普通物理 会讲到量子 这个叫物理的学的时候 在世纪末的时候 有两多乌云啊 一个是这个黑体辐射 一个是这个以太风波 这两个乌云的时候 就当时大家说量子 物理学都已经完全大傻建好了 没有任何问题了 所以以后再学物理的话 没有前途 除了这两朵乌云以外 这两朵乌云可能也很简单 只要巧妙的解决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两个乌云呢 这个对20世纪的这个物理学呢 产生了巨大的变要 这个这个冲击啊 一个呢带来了量子力学 另一个带来了相对论啊 就这两个方向 那么最早实际上 就是解决黑体辐射理论呢 是由普朗克 他提出来的 他主要是提出了这个能量 不连续的一个概念啊 然后呢1905年恩斯坦呢 提出了光天效应 我们知道恩斯坦非常有名 他他就这个写了三篇 很重要的论文 其中有一篇呢 就是这个光天效应的啊 那个量 反倒是那个相对相对论 没有得诺贝尔奖 这个光天效应是得了诺贝尔奖的 他实际上就也是在这里面呢 他首先把光呢 这个两个概念玻璃而相性 既是光 既是波又是离子 这个特点提出来了啊 就这个概念他提出来了 那么1911年的鲁瑟夫呢 提出了原子的行星模型 大家应该知道 那个原子的话 是外面从星云绕着它转 实际上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啊 他是随时都在的这个概念啊 就这个提出了这个概念 13年那个波尔呢 把这个他的模型推广了一下 提出了氢原子的两子模型 23年的时候呢 叫法国的这个物理学家德布洛伊 他提出了这个 所有的这个微观粒子 都只有爱因斯坦的 玻璃而相性的这个概念啊 这个25年的时候 海森堡呢 就是提出了矩阵力学 那么就是原来呢 我们说这个物理量 都是一个数字嘛 刚才讲了量子 他用数字不行 他要用矩阵来表示 这个数学上 他来描述了这个东西 26年的时候呢 学定额呢 就提出了这个波动方程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方程啊 就是可以解释 一些物理现象的 这个也是世界上 十大的著名的公式之一 26年的时候呢 这个学定额呢 迪拉克 英国的迪拉克 我们那个量子力学的符号 开的零 开的一 这个就是这个迪拉克 他批出来的 他证明了这海森堡的 矩阵公式和迪拉克的这个 那个和学定额的方程呢 是一致的啊 后来他们三个 这个博恩啊 海森堡啊 这个约丹 约丹他们合起来 把量子力学的公式呢 完全的建立起来了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就是刚才我提这些人 全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是非常厉害的 量子力学的那个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 前二十年的时候啊 就蓬勃发展 整个就把量子力学的 这个理论给建立起来了 那其中呢 后面一个冯多一曼 这个熊莱里的数学家 后来是我们知道 就是今天计算机里面 那个体系结构的一个 重要的奠基人 他们把这个项链空间的概念 带到量子力学里面去了 从数学上来描述他 那么二七年 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的原理 这个量子力学 其实就到二七年就差不多 就就就就结束了 已经完美的建立起来 这个计算机的关联呢 也到后面再来 首先我们看计算机的历史啊 首先是这个图灵 他提出这个图灵模型 是吧 那么四五年的时候 第一次这些大战 这个这个造原子弹的时候 做计算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 美国做了一个第一个 经典计算机 尼埃克是吧 这是通计的计算机 然后呢 四六年冯多一曼 提出了冯多一曼体系结构 四八年的时候 湘农发表了这个 这个他这个通讯的原理啊 这个也是对计算机 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1953年的 第一台商用计算机就入室了 那么这中间呢 其实量子力学到现在为止呢 就上个世纪的话 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时候呢 其实给计算机没有结合起来 他做他的 我们今天计算机朝着一条路 在做我们计算机已经发展的 非常宏大了 那给计算 什么时候结合起来呢 实际上是到 上个世纪90年代才结合起来 在中间要看量子计算历史呢 你可以回顾一下 61年的时候呢 这里面有兰道尔 他提出了这个 研究计算 热量的生成的问题的时候 提出了这个 肯尼运算的概念啊 就是这个 肯尼运算的概念 73年的时候呢 班尼特 提出了这个 肯尼计算逻辑的时候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实际上 最后量子计算呢 它是肯尼的 我们今天计算机 很多是不肯尼的 所谓不肯尼的是 我从输出 得不到输入 比如我一个 鱼飞门 是吧 我得的结果是零的话 我其实推算不出 你的输入是什么 量子计算的话 是可以推出的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 作为这个肯尼运算 那么真正去提出 量子计算的 这个概念呢 是菲尼曼 美国的这个 物理学家菲尼曼 因为量子计算 刚才讲了 其实一个量子比赛呢 它在平面里面 就无穷多种可能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晶天计算 模拟的时候 它是个子数级的 子数级的这个概念 很难模拟理 所以我们今天 模拟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呢 总是非常困难的 1981年的时候呢 菲尼曼就提了 能不能做一个 量子计算机呢 这个概念提出来了 那马上就有人 从理论上去解释的 82年的时候 这个Peter呢 提出了量子力学的 一个推动机模型 是吧 84年的时候呢 这个BB84协议 就提出来了 这个就是量子通讯 一个最著名的 一个协议啊 叫BB84 85年的时候呢 秋奇 那这个到以前呢 重新定义了 这个这个原来这个 图灵的一个假设啊 就在引到量子计算机里面 那么93年的时候呢 这量子引擎传态 就就是这个量子通讯的 技术概念就出来了 也就是今年 霍连诺文讲的啊 那么真正让量子计算机 崩迷 提大家关注呢 是就94年的 Peter Schell 他提出了一个 Schell算法 这个后面 等我们讲 那么还有96年的 格务算法 这些呢 是量子计算机呢 非常广 发扬广大了 好 这是一些历史 我们现在看看 量子计算呢 要用到量子线路啊 就是我们经典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个 如果学过数字逻辑的话 有这个数字 数字线路 什么雨飞门啊 三级管 二级管 这一些啊 这是模拟电路 那后面有数字电路的话 就就刚才讲的 这个雨飞门 飞门是吧 这些雨门呢 等等 基层电路 这些 那我们刚才这个实验呢 我们看看啊 就是如果 如果用 这个 能不能用一些 这个门 像那个门的概念呢 就是个雨飞门的经典类 这些概念 能把这个 刚才我们那个实验 给重写一下 假定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实验 是吧 左边是我们刚才这个 做这个实验 光 出过来 两个分光仪 如果我们把它抽象一下 把它抽象出来 这个镜子 我们可以不管它 那这个 左边 右边呢 就是我们刚才抽象的一个图 光呢 从上面过来 这个红色的标注的是吧 最终呢 到直接下面看到 是红色的 中间的 实际上我们是都有的 假定上面出现 我们叫Kat0 下面叫Kat1 这个过程 是吧 我们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那我们再来 下面看一看 如果把这个实验呢 再复杂一点 就是在这个中间呢 我们加一个延时器 延时器呢 就是个 所以这个就是对香味 进行延时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如果按照这个概念 加了个延时器以后呢 实际的结果是这样的 我们在上面看到光的概率呢 就不是零了 就是C2的平方 下面呢 看到光的概率呢 cos2的平方 如果是φ定0的话呢 那cos0.1 C0.0 所以就回到了 刚才那个特质状态下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个 加了延时器的话 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从数学上 现在来证明 这个就是对的 量子机学是对的 我们来看一看 假定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线路呢 分为四块 第一块 是吧 就是最开始的初态 那么第二块呢 是经过了一个分光仪 以后我们标了个2 第三个呢 是经过了一个延时器 标了个3 第四个呢 又经过了一个分光仪 标了4 这是结果 实际上就四步 是吧 我们用数学上一步 一步来推算一下 这个我稍微 讲快点 这个全套数学 如果大家兴趣 可以下面再推 中间过程 我就不推了 这个最开始 我们看到光在上面有 下面没有 是吧 根据量子力学的特点呢 我们把它写成 刚才讲了一个量子比特 就是α乘以K的0 加上β乘以K的1 下面没有嘛 那β就是0嘛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K的0 就最开始就初态 就是一个0 是吧 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一个概念 那么经过这个分光仪以后呢 量子力学是这样 推断的 光呢 上下都有 是吧 上下都有呢 那两边都有 那这个就是说K的0有 K的1也有 这个系数呢 肯定是某个系数 要么α和β 这个数字呢 因为我们讲是等概率的 那它的平方呢 绝对这平方一个等于 50% 这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刚好二分之一的平方呢 是二分之一嘛 那这个也可以虚数是i 也没有关系 这个只是为了数学上 这个曲整 你写成1 其实也可以推出个结论 稍微复杂一点 那这样出来 这个结果根据量子学的 推断呢 那么第二步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应该就是 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 这个屏幕上 这个这个 我画的这个光 看到看不到 第二步我们看到的结果 应该就是 根号二分之i 乘以k的零 加上根号二分之一 k的一 这就是我们第二步的结果 是吧 这个很容易理解 是吧 这个50%嘛 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概念 你观察就是50% 符合这个模型 那么第三步呢 是经过了一个分光仪 分光仪呢 在上面这个线路上没有 在下面这个线路上有 那实际上我们影响的时候呢 看这个右边这个 这个公式呢 实际上我们自己影响了 这个右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开头腰这一面 所以呢 就在开头腰上面 这个分 这个分子上加了个1 乘以i5 这个是 这是这个 这个延时器的作用啊 那么就是经过第三步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吧 那这个也看不出什么东西 跟我们最后的结果 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 这比较麻烦 比较难的就是第四步了 第四步呢 实际上又经过了一个 分光仪是吧 这是我们怎么看呢 实际上 我们可以分两步来看呢 就是看屏幕最上面 这个根号二分子i 开头零 加上根号二分子一 i5的开头腰 我们分开看 假定我们不管后面的 开头腰的话 我们自看开头零 自看这个的话 是吧 那这个本身不就像 最开始一样的吗 就是开头零 经过了一个分光仪吗 那么这边上下都有光 我们看 这个第二行的左边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 我们这个开头零 变成了跟刚才一样的 这个结果 是吧 这就是 只看上面这个 开头零的话 如果看下面的开头腰的话 它其实也应该是一样的吗 这个类似的上下都有 那就应该会变成这个样子 根号二分子一的i5 根号二分子i 乘以开头腰 加上根号二分子一开头零 是吧 那这个式子变得这么复杂了 那这个呢 为什么 会得到最终的结果呢 这个是个数学技巧 你去 有兴趣呢 可以下来去推算 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推算了 推算的最后的结果呢 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 cos2分子fi 乘以开头零 加上 cos2分子fi 乘以开头零 前面有些公共的系数 在物理学上是观察不到的 全局的变量可以去掉 实际上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数学的推论 那这就告诉我们呢 这个式子呢 最终的结果 真的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就是那么量子学就完美的解释了这个现象 如果说光是上下都有的话 我最终数学就可以证明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叫计算 当然这个计算不是做加法的计算啊 但实际上这就是个计算 我们认为这就是个计算 是吧 只是把原来的一个零变成了后面的 sai 二分子fi 乘以开的零 加上cos二分子fi 乘以开的一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比如说一个模型 或者一个问题 就是要做这样的运算的话 那这个就得到结果了 当然我们现在不 不做这个运算 我们可能有其他运算 但是你只要巧妙的去布置这些仪器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就是告诉你 它是可以做计算的 这个计算的结果呢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这个分光仪呢 这块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 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个变换 我们讲的变换 变换呢 我们可以用矩阵来表示的 分光仪的变换呢 就可以用这个根号二分之一 后面这个 这个这个矩阵啊 i1i这样的一个矩阵 延时器也可以一个矩阵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最终的状态 如果是下面看下面最后 是α一撇 β一撇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量子比特 我们就一个光子嘛 我们看一个光子 就是α一撇 β一撇的话 它中间的过程呢 就是我们看 这里面有个 给经典不一样的哪里呢 最初的状态 我们是开的零嘛 就是右边 最右边这一块 这个10是吧 这是最初的状态 我们成了一个分光仪 然后就是根号二分之一 这个这个这个矩阵啊 然后在 e1的i5 这个这就是延时器的 在后面又一个分光仪 这个呢 就是说 跟经典不一样的哪里呢 这个世子读的时候呢 它是从 我们这个看这边泄露呢 是从左到右的 计算的时候 左到右 从从这个 这个右到左的不一样 正好是反过来 一个是左到右 一个右到左 这个呢 是因为 矩阵运算的时候 要这样去运算 那最终得到的结果呢 最塞二分之 phi cos二分之 phi 这样的一个 一样一个 一个量子比特啊 这个就是得到的结果 所以呢 不管你采用哪种形式 刚才我们讲的 用那个 Katlin的形式啊 或者用矩阵的形式 你要去 你把这个矩阵 成开以后 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个两个是一致的啊 那这个我们可以 再简化一下 我们把这分光仪呢 比如Kat Kat画成一个 方框加个H 这个呢 在量子却叫哈德曼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延似器呢 叫φ 加个方框 那实际上这个 把这两个线 合成一根啊 既然这个 量子比特 可以叠加的话 我们就变成这样的 Katlin最开始 经过一哈德门 再延似器 再一哈德门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就像对我们 常规的一个线路一样 这个 经典的这个 数字线路一样 是吧 那这个形式就是 就可以看到了 是吧 这就是量子 量子门 是吧 我们都叫量子门 那这样大家理解 就是 这实际上就是个计算嘛 我这个Katlin 经过了三个门 是吧 量子门 最后出出的结果 是吧 我可以写出 矩阵的形式 这就是 就是计算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 当然我们要不同的门的话 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运算了啊 量子 这个门有很多种啊 就是 比如单量子门的话 我们常见的有飞门 这个就把X变成 把0变成1 变成0的 飞门 Z门 这个叫外门 还有这个叫幅度门啊 这有很多种门 那么我们可以有这个 这是一个量子比赛 那两个量子比赛呢 这种像这个图上这种呢 上面一个线 上面一个 U门的话 这是两个的 这上面是个啥都没有 当然你可以用 用一个方框把它合在一起 像是黑盒子一样 别人也不知道 你可以认为这个输入是两个量子比赛 输入两个比赛 这也可以做成一个 这个门 那这个实际上 它可以用一个矩阵 看看右下角这个矩阵 就表示这个线路了啊 这是个线路 这个矩阵 这两个 两个合起来的哈德门的话 线路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算成一个两个 两个量子位的门线路啊 就是两个哈德门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黑盒 这样放起来 这是这个 这个结果啊 这是输出的结果 那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更复杂呢 就是控制 因为如果说两个 刚才两个哈德门 它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话 其实我们作用不大 通常我们会要去控制它 就是上面 这个 比如看这个图啊 这个点呢 表示 如果说上面这个 这个线路 这个 位 一的话 它就可以把下面给翻转了 如果上面是零的话呢 它并不做任何翻转 是吧 不做这个 不对的进行这个这个这个翻转 那这个呢 叫控制 幽门 如果这个是个x的吧 那么叫 我们通常会用这个 左下角这个控制飞门啊 这个就是控制 把零变成一 把一变成零的 是吧 这个这个状态 比如这个 零零的话 它的结果还是零零 这个是零 它其实不变啊 状态不会变换 是一的话 才会变 比如这个 第一个是一 它把零变成一的 变成一一 一一呢 还是变成一零了 就这是一个控制线路啊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兴趣可以再下来看啊 因为太复杂了 比较多的 这三个量子比辰 线路是吧 这又就会更多 四个呢 等等会有非常多 可以 你可以n个呀 等等 就可以不断的去 去做这些 可以做很多 好 这是关于量子线路 刚才讲 就是我们那个 最初那个实验呢 实际上呢 经过了这个 我刚才那个 数学描述以后呢 我们知道 它实际上是可以做运算的 我们那个就是一个 那个光学实验呢 就是个运算 并且呢 我们可以打 并且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量子计算 可以 真的是存在的 这个这个关系 但是呢 这个没有用啊 这个我们做量子计算的话 如果只是简单的模拟这个的 那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们看量子计算有哪些应用啊 这个关于经典的运算 其实我们讲 加法减法 函数运算这些呢 量子计算都可以做 但是呢 这个其实没多大意义 我这块呢 稍微快点过去 我这次告诉你 量子计算可以做这些东西 我们经常做量子计算 做一些计算的时候 都是些看起来很奇怪的算法 那这个常规的加减乘除啊 这些我们能不能做呢 量子计算就是可以做到 告诉你嘛 像加法的话 我们这个过快一点 这个常规的这个 我们学计算计算 这是一个 这个经典的加法的一个线路 它通过雨门啊 一货门 货门等等 这个呢 就可以做加法了 C是近位嘛 就可以做这个 这是这一个量子 这个经典的这个线路啊 那么量子其实也可以 量子通常会有几个模块 一个S模块 一个C模块 S模块就是我们 常规的这个加法啊 C呢是在近位 近位的这个加法 实际上可以用 这上面的上面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S就是这这样一个线路啊 下面是个下面这个近位的线路 这量子计算的 这个叫控制飞门吧 刚才我们就用了控制飞门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么作为N位的话 实际上就很多C和S结合在一起 是吧 这可以做加法 这个证明这量子计算是可以做加法的啊 并且给经典计算是一样的啊 它不会比经典计算机慢 这点你要我们要知道就 它不会比经典计算慢 这个已经证明它是等价的 从多项式的等价 我们也可以做函数计算 比如算X平方这个 这个呢 这是X平方的真值表 这个呢 就是常规的一个X平方的 这个量子计算的一个变量啊 那么刚才说这些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这次说明量子计算呢 常规的计算都可以 但是呢 这个引起不了我们的兴趣 因为常规的计算量子计算机没有优势啊 就是你做加法 量子计算机做加法的话 其实一样的 你多快 我量子计算机也是多快 这个就没有意义 那么真正有意义的时候呢 我们在 这个94年的一个12算法 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有意义了 12算法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先讲讲这个 这个信息安全里面有两个 这个重要的这个分支啊 一个叫公药密码 一个叫私钥密码 所谓私钥密码呢 就是指我们加密和解密的用的是同一个密钥 就像我们平常把呃 我的加密啊 RR加密的时候是吧 你无限加密的传给你同学的时候 你有个 嗯 密码告诉的是吧 这是同一个加密和解密用的同一个密钥 这是他这个 隐私这个这个这个私钥密码计算的时候 最困难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密码的保存啊 非常难 就是你要 比如我加密的文档 我发给你的话 我们通常不可能 我同时把这个 加密的文档和这个密钥一块给你 如果这样一块给你的话 谁就要拿到了这个文件的话 就可以解开了 是吧 比如你 发封邮件告诉你同学的话 那别人把邮件可以截活了 就可以知道了 你是不知道的是吧 你打电话 电话现在实际上很多它是可以创线的 创线可以知道了 是吧 所以这个保存这个密码 非常困难 那现在这个未来保存这个密码呢 其实这个密码学的很多工作啊 这个新鲜的很多工作都在做这个保护密码 有什么产生了多级密钥的这个方式啊 经常会有一个根密钥是吧 把这根密钥用这个这个这个保密箱密码锁起来 然后在根密钥生成了一级二级密钥三级密钥等等 是吧 工作密钥的时候 那一旦发生变化了 只要根密钥不变 我可以马上去变换 还有呢 就产生了这个公钥这个密码 公钥密码这一块呢 就是刚才讲的 私钥是加密解密用的同一个密钥 那么公钥呢 加密解密用的是不同的密钥 就是我两个密钥 一个K1 一个K2 K1呢 我用来加密 K2呢 我用来解密 是吧 这是什么有用呢 就说比如 我是一个这个这个是一个组织 我先让大家把加密的文档发给我 那只有我可以解开看 那我就把K1保留着 我把K2公开了 你们谁都知道 公钥嘛 公开都知道 你加密的时候 发给我 K2可以加密 但不能解密 只能K1才能解密 是吧 这叫PK2的一套体系啊 它都可以用来去传输密钥 是吧 用来这个保护这个私钥了 是吧 私钥保存太难了 对公钥来保护这个私钥 公钥为什么要来保护呢 因为公钥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两个密钥这个东西啊 它这个计算速度有点慢 就是说在这个 那个高速的时候 不太不太实用 所以自行加密 比较短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密钥啊 就是个数据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PI呢 是为了保护这个私钥的 但是呢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在用 比如我们通常说的RSA算法 就是公钥算法 那么这个公钥算法呢 它为什么可以 两个不同的密钥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数学难题啊 就是一个大整数因子分解的问题 也就是一个数 比如我们讲15 我那个是几乘级啊 你马上口算出来 3乘5是吧 21多少呢 是3乘7 你很快可以算出来 是吧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数很大 就用屏幕上这样一个数 我问你它是几乘级呢 以下肯定算不算 那我们用说我们计算机来算呢 好 你来算 你怎么算呢 我们最笨的方法就是4嘛 1乘1不是 1乘2不是 是吧 这个数字呢 这个问题呢 是个NP难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反过来很容易 3乘5 变成15很容易 但15变成 得到3和5呢 就相对难一些 特别是个数字很大的时候 你想算出来 这个呢 叫时间非常长 甚至有时候到几十年 上百年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没有意义了 是吧 那么量级算机呢 解决这个问题呢 它可以在多项时时间内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一旦有了样子计算机 那这个分解这个大值和因子呢 它是分分钟的事 那一旦分解了公钥密码算法 就坍塌了 银行体系 就用了这个RSC算法 公钥密码算法 那整个银行体系就要坍塌了 所以呢 又引起了轰动啊 这就是1294年 做的这个需要算法 所以很重要 就在这儿 这个这个就是它的 为什么很厉害 它实际上就是用的 我们的量子迪加态 这个这个思路啊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 就是有关这个量子计算 很有名的计算法 叫格务算法 我们回来讲这个算法 再仔细讲这个格务算法 这个刚才讲这个 大值数因子分解算法呢 它是个特例啊 只能用来解决某一类问题 但是个效算法 这格务算法呢 它是个通用的量算法 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啊 积极学习啊 它的很多算法呢 都最终归结为搜索 格务算法就是解决搜索的问题 那它可以解决所有搜索的问题 都可以用来加速 但是呢 当然它们不像需要算法 是个子数据加速的啊 这是个平方级加速的 但是也很厉害了 是吧 如果有100个数的话 我10次可以做到 1万个的话 这个1万的话 100就可以了 是吧 100万我1000就可以了 那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是吧 这个数量大的 还是非常有用的 效价我们等会再来讲 那么再加关于量子通讯的问题 量子通讯呢 用来解决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密码学的私钥 保这个私钥这个密码 这个传输的问题啊 那在经电计算机里面 这个密码传输就太困难了 那么量子计算的 刚才有个力学有个特点呢 一个就是不能观察 是吧 也不能复制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么正好利用这个量子 修缠的特点呢 再把量子计算的两个特点 加进来 不能复制 不能观察 那么如果爱丽丝和包伯 要传递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用量子线路传递 那么Eva呢 它是不能够去观察的 它偷听的话 马上就坍塌了 是吧 这个所以就做不到 所以量子计算的特点 就保证了 它绝对不能投停 也不能够去复制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量子计算的 从两个方面 对我们密码学做出了改进啊 一个是对私钥密码 我可以无条件的 保证的安全传输 那么量通信线路传递的 就是这个密钥写商的问题啊 它对公钥密码可以迫进 那还有如果量子计算机 要做的好呢 需要纠错 那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经典的一个相动编码的问题 那一个纠错码 这种概念 那我们下面讲的格柔算法 这个关于格柔算法 格柔算法是什么概念呢 它实际上是叫又叫数据库 无序数据库搜索算法 此的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这个有一张二维表啊 或者说你说这个像这个数据库的表一样 我们有比如100行这样的记录 然后呢这里面存了很多信息啊 但是这个是没有排序的 比如我们要找某个数据 我们来看它是真假的啊 假定假定这个呃 我们比如说是某你的身份证号 或者说你的电话号码等等啊 假定我们说是这个带着不下的公号 看这个人呢 哪个人是我们公司的老总 假任务单位有很多100万人的话 是吧 我们要去找的话 如果没有排序的话 你要去查 你肯定能一行一行的一查 这个算法呢 就是欧恩的复杂度 最好的情况 你第一步就发现了 最差的你找到最后再能发现 那平均来说是一半的时间 那这个复杂度我们认为是欧恩啊 这个复杂度 当然很大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慢的是吧 这个过程 所以经典计算机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就说我们最早情况就是n减一次 是吧 如果我一定有一个的话 是吧 那么格如算法呢 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同时呢 把这个n个数据呢 存在log2 以2为底n的这个 这个为这个 log2n的这个量子比特里面啊 然后同时去计算 所有可能的这个 他的这个px的值啊 去看他是不是ceo 那这个情况 就是就是这是我们的 就是量子状态了 我们把所有的量子状态同时加进来 是吧 但是我就说我们刚才讲量子计算是不可观测的 就这么多 比如这个有100个数的话 你要去观察的话 你可能只能观察到一个是或者不是 那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得到概率就非常低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去观察的结果呢 就是n分之一 这没有用 得不到 其实这个概率就非常低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去做它 就是我们不能去赌 不能去观察 那怎么做呢 格尔物算法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我先去做一个格尔物运算 让这个读取到这个ceo的这个概率呢 变大 其他的变低 是这个样子的 他会去做一次运算以后呢 格尔物算法做一次运算以后 他让这个四ceo的这个比如变成了n分子8.9 其他的变成了n分子0.1 原来都是n分子1 但是这个时候你再去做呢 还是不太好 这个能得到 得到结果的概率还是不太好 那如果我再做一次格尔物算法 经过多次以后啊 大概经过根号n次以后 这时候呢 你再去赌的时候呢 就发现你赌到 赌的结果 只有四ceo的个结果会百分子百 其他都是零了 这个就格尔物算法 这个这个这个算法 这个但是算法要去看的话就比较复杂 他的概率就是多次运算以后 让他概率增加 这是他的算法的线路啊 这个算算法的格尔物算法的线路 每一个格尔物是一个运算算子 这边也这个线路稍微复杂一点 跟聚集的线路有关 比如这个是这是格尔物算法的算子 那么F和F0呢 是个聚集任务相关的 不同的任务呢 F和F0是不一样的 所以格尔物算法同用就在这 这个是他 他可以是根号n倍的加速啊 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格尔物算法 好 下面我们再讲这样量子通讯 量子密码学啊 就是有关刚才讲的这个 现在特别重要的量子通讯 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就实际上就是刚才讲 利用了量子的不可观察 不可观察和不可拷贝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比如爱丽丝 有一个量子别特 开的X 他要把X传给包裹 他们之间呢 只有经验通道 这叫隐形传探 这时候通常是传不了的 因为 你想呢 你要 传的话 因为刚才说了这个X呢 你不能观察 你 但是呢 你观察 你结果就 就不知道了 比如原来是α乘以开的0 加上贝特乘以开的1 这α贝特你是不知道的 你观察一个α 比如那1了 那你把开的把0送过去 那不对了 是吧 这个值不能观察 所以呢 你要想传给包裹 就非常困难 他自由经典通道 是吧 你 这个X你又不知道 你不能观察 号响起来没有解一样 怎么做呢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纠缠就有关系了 假定爱丽丝和 包裹呢 他们还有一个 纠缠的量子别特 比如Z和Y Z和Y出于纠缠态 但是Z呢 属于S Y呢 属于包裹的 不管他们啥时候有的 假定以前他们已经有了 一个人手上拿着Z 一个人手上拿着Y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X传回去 怎么传呢 他只要 在X上做一个运算 比如是吧 他啥都不需要做 然后呢 他就可以得到X了 这就可以就这么神奇啊 就好像他都没做一样 S测量什么 测量Z 他不测量X啊 测量X肯定是不行的 X坍塌了 他测量Z 看看Z是什么 看完以后呢 波波就得到X了 就这个样的结果 这是非常奇特的 我们觉得不能理解 是吧 诺贝尔奖 为什么给他呢 就这个样子的 你看奇不奇怪 我要传一个X 我也不知道X多少 但是呢 我们拥有一个纠缠态 Z和Y Z是爱丽丝的 我自己的我当然可以观察嘛 我观察以后 那波波就得到了X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很奇怪 这个呢 使他的线路 也非常简单 是这样子线路 就这么简单 你看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 加来 一个点底下一个这个 这个 夹号一个圆圈的 这是个控制飞门 是吧 这个哈的门 这个就是测量嘛 就这样的结果 他们就可以马上得到 那么我们这线路 这个墨子号实际上就把这个线路放得很长了 一个放到 这个这个卫星上一个下来 就做这件事 很简单啊 为什么他不能多那种简单 人家早就得了 是吧 他是后座的 就是距离变长了 这个就绝发你出来了 这是当时实验的结果 是吧 所以 这个 就有了 是吧 这个 那他为什么会有呢 实际上他基于这个 有些量子力学的一个假设 刚才讲的 就是说 无条件安全和窃听的可监测性 他 用了两个原理 一个是海森堡的测不知原理 一个是量子不可复制的原理 刚才我们讲了 不能观察 又不能复制 那么为了 传输呢 实际上还用了一个协议 当然 真做的时候 没那么简单 用了BB巴斯协议 这个BB巴斯呢 是由这个 班尼特和布拉斯德 是吧 这个 他们两个共同去 去做的 具体做法是这个样子呢 他实际上 他是这样的 爱丽丝呢 一线偏制和原偏制的光子 在四个状态方向 在基础上 这个 这个图好像有点问题 没把这个表示出来 简单说一下吧 实际上他是用的两个 两个不可区分的状态啊 来做的 然后产生了机箱量 这个这个 图上没有了 回头来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呃 他实际上就是 就说有两个不同的机态吧 一个是两个机态 但两个机态是不可区分的 在S1的机态下 比如01 那S2的机态呢 可能是AB 这样的两个机态 他同时去产生了一串 这个数字 爱丽丝就去传 传了以后呢 把这个串 S发给Bob Bob呢 他也在 原来的正常的机态 01机态下 或者AB的机态下 去做测量 但是他不知道 是哪的随机测 测完以后呢 他把这个结果呢 告诉这个Bob 对 告诉这个爱丽丝 是吧 他们互相去确定 然后把大家正确的留下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检测 就是说他们发现错误的太多的话 就有人偷听 他就可以重新再来 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样子 BBS的这个这个协议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判断 这是 这实际上是一个图 就是假定 比如爱丽丝 要去 发送这个110010 1101的话 那他可以在两个机下 比如B1或者B2机下 刚才说的01或者AB这个机下 就做测量 他 他这个加密啊 加密以后呢 这个结果 然后呢 Bob 他可以随机测量啊 他们把正确的保留下来就可以了 错的去掉 这就是最后多大的密钥 所以我们现在的量子 卫星呢 实际上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啊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呢 其他国家都在做啊 我们叫QKD网络 美国2005年就做了 我们2009年也开始做了 欧盟2008年开始做 日本的2011年都在做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全国都在 全世界都在做 不过这一块呢 我们国内比较领先一些 就说这一块 我们做的比较好 这一块 但是量子计算这一块呢 我们还 还不领先 在量子通讯这一块 我们确实还是比较领先的 这一块 关于量子密码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方向 简单的说一下 比如量子密钥管理 量子密码算法这一块 量子认证 量子秘密共享 量子密码安全协议 其实有很多种啊 就是这些 但是真正做的好的 现在就是这个 量子通讯这一块 实际上严格一说 不叫量子通议 也不叫量子加密 实际上就叫量子 这个密钥 协商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 做这个传输数据以前 经典的传输数据前一期呢 我们要协商一个密钥 实际上只做了这件事情呢 真正的加密呢 还是用经典的加密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看看量子计算的 其他技术和未来的展望 刚才讲为什么要做量子计算呢 实际上它基于这样一个定理啊 就是摩尔定理现在已经失效了 就是摩尔定理是1953年 摩尔发现的 就是每隔18个月啊 我们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处理速度啊 它就会翻倍 大宝 那这个说明什么东西呢 计算能加倍呢 实际上就是用的计算的元器件大宝了 那但是我们这个计算机呢 它又没有体积又没有变大 那就是单位面积上 你的元器件数量增加了一倍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不可能永远下去 到什么地方就不能做了呢 我们现在经常做的卡布的技术 什么这个光刻机啊 三纳米五纳米技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元器件数量有多小了 那么到了一纳米的时候呢 就是最小了吗 就是原子级别了 你一个原子级别 就是保持物理的特性的最基本的单元了 是吧 我不可能一个铁原子 变成0.5纳米 那不行了 所以呢 到了元器件变成一纳米的时候呢 它就没法这个计算的就没法再做下去了 就现在已经很难了 是吧 所以未来你看到了三纳米 在后面去就非常困难了 因为到时候已经不遵循经典的力学了 那遵循的是量子力学 那这个既然这个计算没法再加速了 怎么办呢 人们就想了很多别的办法 是吧 生物计算呢 什么内脑计算等等 量子计算是集中了一个方向 但是呢量子计算呢 它的理论实践全都非常完备了 是吧 这个是有的 为什么就这样做 就是非常完备了 那就是到时候没法做了 那这个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是吧 这个这个就就 提出了这个量子科技这个概念啊 那量子计算现在要做计算呢 它其实这个理论呢 已经非常完备了 但是那个实践呢 现在比较困难在哪里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不能观察 观察了以后变成经典这个呢 这实际上你要想 它一直维持这个量子特性呢 叫量子的相干性 要保持 但是偏偏呢 特点看相干性表示非常困难 外界呢 又经常有干扰 那现在这个相干性维持的 就是大概只有不到一个毫秒 就是这个速度非常快 你要这么短时间内 你要把所有的运算做完 所以这个呢 带来的挑战就非常大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这个 现在目前比较困难的是吧 这个这两个概念 一个是相干性 第二个呢 是要外界能够精确的控制 其研化并读出结果 这个呢 其实上上上一年的吧 就可以控制单个这个光子的 这个已经有了 是吧 这个已经在做到了 所以物理还不断的在在增加 那么实现量子计算机呢 有很多种形式啊 是吧 这个有很多种形式 你看这个核子选的呀 电子选的呀 粒子井啊 粮子点呢 光学枪啊 微波公正等等啊 有很多 但这个上面的数据呢 这个数据不太准啊 跟新的发展比这个数据要大 就是现在就相干时间就太短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 现在另外呢 就是现在关于做量子计算呢 其实有很多企业都在做这件事情啊 因为量子计算机 比如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是超达量子计算机 超达量子计算机的话 它要做得好呢 实际上超达我们知道现在常温下不能做超达 那就在低温下 这个是进展的比较好的啊 那低温下的话 你想我做个量子计算机 每个人都买一个不行啊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呢 就是做一个 某个服务器 这个量子计算的服务器 它在超低温的环境下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云的方式去访问 是吧 可以云算的方式来去访问 这有很多现在做的是吧 这是一个方向啊 现在做的很多的 比如像国内的这个郭光燦教授 他们做的本源量子计算平台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计算平台 这上面有网址 大家可以看 微软他们也在做是吧 微软的一个开放平台 它这是一个Q Shaft的这个语言啊 IBM的 这个Quantum Experience的 然后谷歌呢 一个这个OpenBin的这个开源的一个平台 它用的量子编程框架 叫CRIQ的 这是谷歌的啊 然后还有这个量子计算 做模拟的 这个QS Kit的 这可以做模拟的这个平台 还量子计算学习的 是吧 这个Pennyland 这个它支持GPU啊 也支持TenseFlow 和排他请 是吧 可以支持这些 就这些都是一些平台 大家其实可以去看看 就是说很多都是开源的 可以去做一些运算啊 就是可以去了解 他们别都是图形化的 这个图形化的这个概念 比如这个我们是用本源的量子 去做的一个 量子 机器学习的这个算法 就量子而分类的图像识别的 这是我们在本源的平台上 去做的一个这样 我区分某一个数字 到底是多少的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实验啊 就是我们把它上面 搭了一些平台 做了一些实验 嗯 这是IBM的 它的一些这个 这个实验的上面都是些 刚才讲H就是哈德门嘛 就是刚才这个门电路 是吧 S也是门 是吧 有一些门电路 这样像这个就是 控制飞门啊 这个是飞门等等 是吧 它可以去拖拽的这种方式 它也可以支持编程的 就是也没有统一啊 有很多种这种方式 大家去做的话 也可以做很多 可以做一些 它现在都有些可视化的 你可以去实现它 那么未来的方向呢 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 也不完全啊 就是大家会觉得 量子计算和 人工智能 或者机器学习 这个会结合起来 比如这个 图灵奖的获得的 要旗帜 他就清华了嘛 他就说未来呢 量子计算 加上人工智能 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向 人工智能呢 现在做的就是模式匹配嘛 是吧 就是常规的这个搜索 模式匹配 其实量子计算呢 在这方面也有优势 所以两个要把它结合起来呢 其实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因为这两个呢 实际上都是个实能技术 人工智能呢 它就可以 去再加速很多领域嘛 你看现在人工智能呢 很多就各个领域 不管是做材料材料的选型啊 是吧 这个车牌的识别啊 就是你能想到的应用领域 都非常自然意愿理解啊 等等是吧 他就是可以 可以就是作为基础的 这个这个知识的 可以加速各个领域 那么量子计算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 那当然这个潜力就非常大了 我们其实也在前期 做过类似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工作啊 但这个也是非常难的 这两个 这样是非常难的 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后面 这是有机会结合在一起的 这一块 这个思路呢 也可以用量子计算的思想 来解决经典问题 这个这是一个研究方向 或者量子计算机 这个用量子状态下 在人工智能什么样子 其实两个是不同的方向啊 一个是用 这个量子思想来解决经典的问题 一个呢 就是在量子计算机下 去解决人工智能的问题 再个就编程这一块 其实这一块呢 有很多啊 就是各种不同的语言 像这个微软的Q-shelf啊 是吧 这个Deviver的这个Q-B-Solver等等 这有很多啊 这个这个编程语言 现在也很多 其实这一块 关于量子编译啊 这个这个都是刚刚起步 其实这个清华的名声教授啊 他们好像都在做这些工作 好像南大呀等等 都有这些工作 国外也有不少做这种工作的 这一块呢 作为计算机行业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有前途 你不能等到计算机 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了 我们再去做 那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现在可能要去 去做这些工作 如果是要有自于从事的话 这些方向都是非常好的 一个研究方向啊 那个未来的话 就是计算机这一块的话 其实你看啊 现在比较多的啊 就是像超导 这块实际上他们认为 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就是现在目前 像谷歌的旋灵木啊 IBM啊等等 他们拥有着超导 超导的但条件就是要低温 这个绝热呢是低温的 嗯 绝热呢 这个呢 大家这个 不完全认同啊 这一块 就他们或者至少 他们做的这个 不是纯粹的节热 这个这个大家有有意见 托普量子计算机 也是现在发展的 也比较火的 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做啊 来量子点的是吧 钻石的 囚禁离子量子计算机的 那么光量计算机九张 但光量计算机呢 大家普遍认为可能 不会太好 因为呢 主要是这个 这个存储的问题啊 光你知道 它在不断的跑 一下就没了 所以一下短时间的做完 这个可能比较困难 光到存储比较困难 是吧 这一块 当然也许有新的技术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但是现在所有的 这些计算机呢 呃 所有的特点就是 都不是通用量子计算机 都是这个 专用量子计算机 我们现在还没做到通用的 就是我只能解决 某个问题 比如我能解决一个 因素分解的问题 我能解决波斯兹 采样问题 我能做一个加法问题 但是不能说 我啥都可以做 所以未来呢 真正要在量子计算机 有用呢 要通用的量子计算机 出来 但是这个反正 从理论上 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是吧 这个就是看后面 物理上这么去实现 多少可以实现呢 比如说 可能一到两年 比如说可能一百年 实现不了 反正这个观点呢 就是科学界 没有统一的意见 不知道多久 是吧 还有下来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 就是这样 高速精确的量子操控技术 这个呢 其实是对这个 做物理学上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你去操控这个量子 这个因为你 我们要做控制的话 做计算机的话 你肯定 每一个我都要控制的好 要不然怎么去做 这个是有的 再一个是存储 再提的问题 这个是比较难的 现在做量子存储的 量子仿真的 还有抗噪声的 这个这个是 也是现在你怎么样 保证让它一直相干 是吧 这个这个 一直特相干的 这个问题 量子状态辨识 还有量子密码学 是吧 这个是 其实现在也就是 量子密码学里面 就是量子通信 刚才讲的是 发展的比较好的 是吧 还有量子中继 这一块 我们国内现在 做的比较好 在建量子网络了 好 我整体上就 讲这么多 讲的可能 东西 谢谢观看